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是能够选用细长一些的中国茄子 这个品种比较柔软并且容易快熟 路牌吃香菜的话一定要试试看用它哦 先来处理茄子的部分 这道料理真正操作用时最多的可能就是切茄子啦 将茄子清洗干净后去掉地 切成长度2英寸左右的框条 尽可能切均匀一些 之后加热的时候才好熟透 就这样切完整个茄子 准备一个大一些的盘子 将切好的茄子条平铺在盘子里 可以重叠 尽量均匀就好 接着撒上一些可直接饮用的清水 防止茄子变干 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5-7分钟 大概到7成熟度 茄子比较软一点就可以了 记得根据自己家里的微波炉调整时间哦 趁茄子加热的时间来做酱汁 这次的酱汁可以被称为万能酱汁 在很多烤制或者拌菜之类的地方都可以用 主要为甜辣口味 调配均匀后 撒在加热到气成熟的茄子上 茄子加热后盘子会有剩余的清水 不需要倒掉 就这样再次精微波炉 加热至全部熟透 大概3-4分钟的样子 这时候来切一下香菜 切成小段就好了 不需要太细 接着拿出加热完的茄子 好好确认是不是已经熟透 如果觉得还是有些硬 可以再次加热2-3分钟 直到确认好茄子熟透 是铲子轻轻压一下就能压扁的程度 就可以来将酱汁和茄子拌匀 然后趁着热度还比较高的时候加入香菜 有热度才能让香菜的香味更明显哦 继续翻拌到颜色完全均匀就可以了 色香味齐全的热拌茄子就做好了 超级省食省力的一道料理 味道甚至比炒制的还要香 煤锅炉热拌茄子这个做法 是类似把茄子蒸熟的 因此相对健康 这道料理吃起来有浓浓的酱香味 并且微微辣 就好像酱菜和咸菜一样很开胃 很适合搭配白粥或者清淡的主食一起享用哦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